又到了真佛秘法小学堂的这个单元了 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里面 非常荣幸的邀请到台北中观堂的 世连乐金刚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上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上师在前几集的节目里面 为我们开始谈到了真佛秘法的起修 前面有前行的部分进入了正行 那今天呢我们要特别请连乐上师 为我们开始在后行的部分起修呢 需要有哪一些的仪轨 是的 在我们后行的部分呢 它包含了加持八大本尊心咒 念佛回向 加持百智明咒三遍来补缺 以及圆满咒 然后再做最后的观想大礼拜 那么这个就是真佛秘法的后行 也就是一个圆满修持一谈 真佛秘法最后的一个回向 那么我们在真佛秘法的修法当中 那么在正行入三摩地之后 那么我们慢慢的就出定了 那么我们讲到啊 这个我们入三摩地 我们是入我合一跟我入 那么慢慢出定之后呢 我们依然呢 把这个自己啊 这种紫禁光再回收 如果我们有我入的话 那么慢慢的就观想 我们本尊再跟我们合一 然后本尊再慢慢的缩小到我们的心轮 然后本尊再从我们的心轮沿着中脉 经过顶穴再上升到虚空之中 然后我们再出定 这个是一个出定的过程 那么我们出定之后呢 这时候本尊 住于虚空之中 那么行者呢 跟本尊就变成由合一 再变成为二 为二之后呢 我们就很虔诚的 加持八大本尊心咒 那么在真佛中呢 有八大本尊 所以我们在修真佛秘法的时候 那么在本尊法的这个因缘当中呢 每一个行者可以选择 跟自己最合原的本尊 那么不管我们修任何法 我们最后的后行 都是加持八大本尊心咒 那么当然加持八大本尊心咒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深入的 在一尊一尊在持咒的时候 观想本尊显现来加持 那么再来呢 就是念佛 那么这个念佛呢 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我们都知道 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他在我们念佛的时候 我们不是念一尊阿弥陀佛 而是我们念 南无三十六万亿 一十一万九千五百 同名同好阿弥陀佛 这时候呢 我们如果没有透过观想 我们这样一念佛的念这一句 南无三十六万亿 一十一万九千五百 同名同好阿弥陀佛 这念佛的功德就非常大了 这就是密教修法无上的殊胜 所以呢我们如果能够在每一个修法的仪轨当中呢 能够好好的观想 那么我们就能够不断的得到宇宙能量 绵绵不断的灌顶与加持 乃至于在后行的持咒 念佛都是如此 那么念佛之后呢 我们就进入回向 把我们这一谈修法的功德呢 我们做一个圆满的回向 那么最后我们加持百字明咒三遍 那么加持百字明咒三遍做什么呢 就是补缺 因为我们在这一谈的修法当中呢 不免都有我们仪轨上的缺失 有在观想上的缺失 那么所以呢 在我们最后呢 我们加持三遍的百字明咒 那么我们以百字明咒的空性力 功德力以及光明力 来为我们的修法做不缺的加持 然后我们这一谈的修法就非常圆满了 之后我们就加持圆满咒 那么加持圆满咒之后呢 我们就观想大礼拜 再做一次观想大礼拜 来鼎礼感恩师尊 感恩诸佛菩萨的加持 那么如此 我们这一谈的真佛秘法的修法 就非常的完整了 非常谢谢世连乐金刚上 是跟我们做的精彩的开示跟分享 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打电话 进来全新第七季的密宗道次第广论修行笔记 就免费的送给大家 如果您是已经归一的真佛中的同门 您打电话进来 同时还可以索取真佛秘法修法的法本 我们也是免费的送给您 今天再一次的感恩试连乐金刚上市 来到节目当中 同时非常感恩所有观众朋友 您今天的收看 这个礼拜六的同一时间 不要忘了继续收看连生活佛奖六组谈经 阿弥陀佛 又到了真佛秘法小学堂这个单元了 我们今天在这个单元里很高兴 能够邀请到台北中观堂的 世连乐金刚上市来到节目当中 上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今天要请教上师 这个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 就是在我们修到这个后行的部分回向 但是呢 回向的时候 又上报四重恩 又下季三土苦 但是众生可能有个疑问 就是说我们自己的业障这么重 已经这么辛苦了 还能够回向别人吗 好的 那么这的确是很多同门在修法当中 所生起的一些疑问 但是呢 当我在回答同门的这些疑问的时候呢 我也会有不同的答案 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答案 因为我只是希望 让同门能够安心 这是一个安心法门的修法 其实呢 我们的回向就是一个祝福 在我们的真佛秘法的修法当中 在释迦行的修法当中 有四无量心 以及发菩提心 所以呢 在四无量心 以及发菩提心的这个修法当中 我们都能够愿意回向跟祝福 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得到持悲喜舍 的一个加持的 所以呢 其实在我们的修行当中 不仅是为我们自己修法 也是为了 所有一切的众生而修法 如果我们能够抱持着这样的观念的话 那我们在这一谈的修法 就会更加的专注 所以呢 我们在修法的这个前面要进入修法的过程当中呢 我会带领大家做四无量观 四无量观呢 就是你这一谈的修法 不仅是为自己在修法 你也观想我的周围 有我的亲人 后面有我的祖先 过去世的父母 前面还有我们的冤亲在主 在下方还有六道一切的众生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四无量观 能够观想的非常清楚的时候 其实我们这一谈的修法 就已然在为所有一切的众生呢 祈求加持 那么所有的众生 也在我们的修法当中 也得到加持 在我们前面的分享当中 我们知道在正行的观修 是整个宇宙的能量 与我们在交融的 所以在整个宇宙法界 太阳一升起 它绝对不会执照我们的 所以我们心念所原念的一切的众生 也都得到加持 回向也是如此 但是我们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个信心 那么我们当然可以回向 让自己的业障消除 浮会增长 让我们的修行能够更加的精进 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不管如何回向 只要我们能够安心 这就是好的 但是我们进一步的来想 如果我们这一谈的修法 不是只为自己而修法 而我们在修法的因缘当中 我们的亲人祖先 冤亲在主 所有的众生 也能够得到修法的加持的话 那么我们在修法 是不是能够更专注呢 所以有怨就有力 回向都可以的 不用担心 非常谢谢上师给我们的开始 让我们可以安心回向修法 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打电话 进来全新第七季的 密宗道次第广论修行笔记 就免费的送给大家 同时呢 如果您是已经归一的同门 您打电话进来 我们还会免费的送给您 真佛中真佛秘法的修法法本 今天再次的感恩是连月金刚上师 来到节目当中 同时非常感恩所有观众朋友 您今天的收看 这个礼拜六的同一时间 不要忘了继续收看 连生活佛奖六祖谈经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urdo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